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素食屋 I'm Vianne 我今天想分享一個非常清甜的湯水 我本身是非常喜歡喝湯的人 如果你們有聽我30天說吃的話 就會看到我經常都會喝湯的 我今天想分享一個非常清甜又非常去濕的湯 就是冬瓜耳米微豆湯 全純素的 不如看看我怎樣做吧 我們首先預備第二半個冬瓜 然後將中間的種子刮出來 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處理一下我們的冬瓜先 冬瓜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切趕時要小心 首先將冬瓜切開一半 然後將兩件冬瓜再切一半 我本身就是喜歡做素菜 但是我沒有刀工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多切自己 現在就可以小心切去皮 冬瓜皮就讓冬瓜解暑和性涼的 很多時候都買不到有機冬瓜 所以如果怕外面的皮有濃藥 建議就去皮 而且這樣口感比較好 湯比較清甜 冬瓜就有利尿燒水種 降火氣 紫吉發痕和清熱毒間 冬瓜也是性偏涼的 所以我們也不能喝太多 我們繼續慢慢切完它 我們也不能喝太多 在那裡 我們一起喝太多 風乾燥 頭髮 吃太多 在那裡 風乾燥 有東西 我们现在准备2-3条的红萝卜 把红萝卜皮刨走 红萝卜可以增加整个汤的甜味 我这只红萝卜是有机红萝卜,所以比较瘦 如果你用普通粗一点的红萝卜,一条都可能已经足够了 我会把它设成不规则的三角形 我们现在去红萝卜 因为冬瓜始终偏凉 所以我会放多几片姜 我们现在把姜切片 这些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食材 腰部的样子就像肾一样,可以软化血管,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不能吃太多 乳米是健脾胃,可以改善肤色,如果皮虚的人炒熟就比较好 陈皮有维生素B和C,可以增加汤的味道 红萝卜有很多胡萝卜素,减少眼睛的皮类 冬瓜当然是清热,尿烧种子吸收 薑就抗炎去寒暖身体 把冬瓜先浸好 冬瓜就很香 就可以预防动物眼化 微斗就去濕健皮 加强皮肤的抵抗力 毛花果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花青素,膳食纤维,有很多氨基酸 对身体很有帮助 我这一种有机毛花果,润肠通便,抗氧化性,增强人体免力 脂肪酶可以降低血脂 以上资料都是网上搜集出来给大家参考 我通常都是用电饭煲煮汤的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容易 而且感觉可以炖汤的 先加3-4杯水 放入陈皮 然后2米 腰果 它是等红绿 微斗 薑片 然后放点红萝卜 冬菇 然后放点红萝卜 我们有机的毛花果 然后煮一肝葱 冬瓜 再把它做回大orean 然后煮葱 我們現在就可以蓋上蓋子了 撥回電飯煲開始煮 30分鐘後就是這樣了 湯還是很透明所以還不可以 但是聞到非常之香 現在煮的水開始少了很多 加入大量的水蓋過所有食材 趁這段時間大家可以按訂閱支持我 或者去Facebook IG找我按個like 現在呢就加入少少的杞子 它們在母的水蓋過後 還要多些水蓋過後 現在是在母的水蓋過後 然後再加入兩下水蓋過後 然後再加入兩下水蓋過後 看到颜色开始比较深色 过半小时后 颜色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将电饭煮转行温 加入少许盐 如果你喜欢就可以煮多15-30分钟 现在差不多了,可以喝汤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每几星期煮一次汤 人会比较水润一点 所以我会两三星期至少煮一次汤 希望以后再继续分享不同素菜的汤 我今次分享的冬瓜耳米微豆汤 其实是非常去湿、有利料 有点清热的效果 我下了姜就没那么凉 今天又不用太多姜 否则就会变得太燥热了 喝完之后感觉非常清甜 里面加了腰果 所以你看到汤水比较泥 有点带奶白色的 非常漂亮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记住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们之前煮过什么的汤水 或者想我煮什么的汤水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住按like和订阅 那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Let's Vegan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